行动管制令期间关键领域以外的工厂商都禁止营运 业者除了要背负巨额损失 还得支付员工全额薪水 苦不堪言 霹雳州协业工会透露 业者已经流失多达六成订单 如果行动管制期第三度延长 不排除会有五成的小型协厂被迫倒闭 引发失业潮 我们雇主在担心 我们想给我们的员工 但是我们的金钱浮动了 有没有能力给他们 而我们要维持多久 因为如果到14号 我相信也是有企业可以支撑得到 但是如果15号不会开工 到28号来说 会不会我们可不可以再继续下去 因为现在疫情就每一天都生下 我们就没有看到加强了 霹雳州协业工会副会长曾晕善 今天受访时指出 刚刚出台的经济振兴配套 为居家作业的员工提供各种津贴援助 却忽略了在关键领域持续工作的职员 尤其中小型企业的业者 更是被排除在外 政府并没有清楚阐明 4月行管令期间的工资 是否依然由雇主承担 业者又该如何处置外劳 不明朗的灰色地带 加上入不敷出 就算鞋场逃过一劫得以生存 估计也需要一年时间止血复苏